慈激志工首度来到马来西亚柔佛州的 偏远渔村大湾村 为当地的大兴华小 80位小学生上了一堂有趣的环保体验课 这一艘船是大兴华小的精神标的物 因为学校所在的大湾村 相传古时候有艘大船搁浅在渔村的海湾得名 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偏远渔村 全校只有80名学生 这天有棚自远方来 慈激志工走进校园带入环保 用影片把暖化的地球拟人化 再带着孩子珍惜水资源 好像我们学校我们也是刚刚讲的 同学们是称资 就没有关系 然后他们就好像接到老陈落桌 就会像你们这样讲一下 他们可能是没有什么想法 彩瓶冠生 此起彼落 这场户外的环保心灵打击月将为孩子带来改变 大约新闻 真善美志工徐佛刺 吴福龙周坤强 马来西亚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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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